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奇道呀 不对 红枣茶肯定要放蜂蜜的嘛 冰糖的味道不对呀 老师 说茶也是说你 你的技巧熟练度都有 可这支曲子 你还差一点点 差什么呢 月光是贝多芬耳聋以后创作出来的 你太年轻了 不会懂的 我们这是聋哑学校 没问题的老师 只要他们的发声器官是好的 他们可以说话 一样也可以唱歌 我看这个不 我可以的 不管再苦再累 我都没有问题 好 那你就留下来吧 谢谢杨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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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欣赏你们这种 有创意的年轻人 是 同学们好 我是大家新来的音乐老师 我叫苏小美 可能大家没有上过音乐课 不过你们要相信我 我会以最科学的方式 教大家唱出最美妙的歌声 好吗 你连首语都不会 就到龙雅学校来教课 我们这里别愉快 一諒一哭 三恨达 三恨达 二代 二代 咖咖咖咖 为啸 嘴巴 雨天会热啊 最激烦 你唱的真棒 最强好声音 最美好声音 如果你有梦想就赶快登上我们的舞台 如果你爱歌唱就一起来打造未来 全国寒选正式开始 还在等什么 如果你想成为大明星 就赶快登上我们的舞台吧 最强好声音 所谓艺术的价值不就在于舞台 鲜花 还有观众吗 这事你问过孩子们吗 他们当然愿意了 小薇 你愿意在电视上唱歌吗 我愿意 你看 他愿意 走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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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脑进水了 天生荣雅 本来就够可怜的了 我们到学校来 不是学你那狗戏唱歌的 更不是让你带到电视台去丢人现眼的 钱 老师の囡团 大学 雅浩 明天 我带客人叫 就要正式结束了 那现在呢 我和这一帮可爱的孩子 就要给大家带来一曲 特别的合唱 我和这一帮可爱的孩子 我和这一帮子 这一刻 我终于明白 最美的乐章 是从心底发出的声音 我和这一帮子